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网友评价 白露拿稳了虐女主剧本她一皱眉我眼泪就开闸 白露想说 谢谢 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最高评价了 对我有看到 非常感谢 感恩 我会继续努力的 近期接连上映三部作品 白露作为端水大师 你觉得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端水 就左手一碗 右手一碗 头顶一碗 那白露本人身上的食衣含量有多少 也不多啦 大概也就5%吧 娱乐圈有石加州之光等开头 你觉得怎样才能成为长州之光呢 这个有点不谦虚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 已经是长州之光了 来吧 长州之光打在我的身边 新剧《一生一世》马上就要上线了 白露觉得哪位好友 我需要你私敲就会主动帮你宣传 肖艳吧 肖艳之前我没让她转的 我跟她说了不用转 不用转 她就帮我转了 街拍《一生一世》周生如故事 有担心过圆珠粉的反馈吗 我可太担心了 那剧集上线后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观众评论或者弹幕是什么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说 宵夜是打磨 这个我真的记得太清楚了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大笑 还有那个说时宜的脑袋是城门的那个 那如果有一个视频标题是白露千万千万不要点进来 你觉得会是什么内容吗 我这各种大笑急紧吧 可不可以说出三个可以和白露做朋友的好处 和白露做朋友的好处呢 就是一呢会很开心 二呢会经常收到礼物 三呢会经常收到红包 想做白露的朋友 那很多人都刻到了你和小助理的日常 说一件你和小助理互相给对方做过最暖最甜的事情吧 我这个最近越发学的和韩丹有点红了啊 就这个几个采访呢 平凡的在问到他 互相做过最暖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暖 都很甜 就他就是我妈妈 我就是他女儿 我们互相依威 互相取暖 互相安慰 白露作为吻戏大户要不要安慰一下粉丝们 戏里面是吻戏大户 戏外跟你们都一样 有句话叫人美烦恼多 白露近期有没有受到困扰的事情吗 近期的困扰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吧 睡不好 对于白露的笑点已经低成负数这件事 白露要不要为自己证明一下 没事不用证明了 这是事实 关于酷戏低刀子大户这个评价 白露拍阅信息时一般会提前准备什么 准备几首悲伤的音乐吧 然后听一听 近期guest到的网络热梗是 Emo 那网络热词是 Emo 那和任佳伦合作的两部戏 从开始到现在对他的影响有什么变化吗 刚开始觉得他看上去 看上去啊 应该是挺高冷的 但是他是一个很热血的一个男生 如果下部戏可以和他互换性别想和他演什么类型的男生 互换性别 那就我来演霸道总裁好了 让他演我的时宜 演艺圈里哪类前辈是你想要努力触及的标端 嗯 周勋老师 说一句你最喜欢的台词吧 可以是你演过的 也可以是你看过的 最喜欢的台词是 周生辰 我来嫁你了 若有来生 换你先娶我可好 周生辰 我来嫁你了 若有来生 换你先娶我 可好 如果灵魂有颜色 白鹿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呢 蓝色的吧 因为我的应原色是蓝色 如果白鹿是一杯饮料 你觉得是什么味道 可能是气泡水吧 那如果白鹿是一个形容词 你觉得代表什么含义 形容词 琳琅 粉丝叫我什么 我会很开心 粉丝叫我 叫我宝贝 我都挺开心 当别人夸你什么 你会觉得他在说假话 当别人夸我是大美女 我会觉得他在说假话 最近一次哭是因为 看周生如故 如果别人告诉你什么 你会大发雷霆 我这人脾气很好 我一般不会大发雷霆 那白鹿的电影片单里什么是看过最够词的 万物理论 有一说一 人家伦是你合作过的男演员里面最 自动物理 最像周生成的 最像周生成的 谢谢观看